海醫中心分院服務 他是腫瘤內科醫師 他過去是在海大內科夫訓練 也是在海大腫瘤醫學部做Fellows 他的專長是消化器房顏的腫瘤治療 在海醫中心分院總共有三間同位素室 那治療被治療這個海症病人 所以呢在前一陣子我們也治療了 國內第一例的LU177的病人 一個Nurandroid的病人 陳醫師剛好就是人家屬於醫師 所以今天他藉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原生性化的病人 同位素腰瘤治療的健康 有麻煩的健康 謝謝楊院長的介紹 也謝謝內科醫學會的邀請 今天其實剛剛楊院長也說過 我的專長其實是治療消化心臟癌症 所以今天講這個題目也是誠慌誠恐 不過大致上也做一些功課 那把最近這幾年來幾個呢 已經比較成熟的這個Radio Pharmaceutical的治療 跟大家做個簡短介紹 首先是剛剛柯醫師其實有介紹過 再跟大家再稍微重複一次 Radio Pharmaceuticals 它這個簡單介紹就是說 它是透過一個Vector 然後後面接著一個 就是一個核子的這個 應該說是一個Sherapeutic Radionucle 然後藉由這個Vector去帶到這個 這個Tumor Associated的一個Target 這個連接起來之後 它就可以把這個Radio Nucle 把它帶到這個Tumor裡面去 然後造成一些就是治療的效果 那Radio Pharmaceuticals 我想最剛開始就是這個.131的治療 這個免疫三治療其實相當的 如果要追蹤它的歷史 其實可以到1949年 1949年是非常 非常久之前 它是在 這個是一個哈佛的一個報紙 它當時就是 這個醫師 這個醫師叫做Sauherst 他首先開始在甲中線有腫瘤病年 開始進行這樣的治療 算是全球的第一例 也是這個Radio Pharmaceutical Therapy 的一個創始者 那我們今天的主要跟大家介紹 是最近比較有進展的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這個 High Specific Activity的Iopen 它雖然也是1.131 但是它後面是這個GS-IMBG 那它是針對這個Phil Chromocytoma Huragin Gerioma 這兩個 這種 Atrane O'Byrin 這種比較特別的種類的治療 那再來呢 第二個要介紹的是這個 在Castration Resistant Procid Cancer 就是去世已經無效的這個 這個受限癌的病人 那有一個Radeon 223的一個治療 這個治療是稍微比較早之前 今天跟大家再做一個Review 那第三跟第四就是 這個就是用Lutitian 177去Label 剛剛克里斯有提到一個Label Pisma 然後它可以用來治療 Castration Resistant Procid Cancer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Lutitian 177去Label這個Photate 然後可以治療 剛剛我們院長所講的 這個Neuroendocrine Tumor 那首先介紹這個 這個 High Specific Activity 這個IOTAN 131 那接在這個MIBG 那針對 Biochrocytoma 跟Gerioma的治療 那 這兩種Tumor 其實 其實是比較少少見 那它是這個Chromathin 這個Cell 那它是它的這個Tumor的Origin 然後它會分泌這個Cellicolamine 所以 因為分泌Cellicolamine的關係 所以就會容易會有這個 一些Cardiovascular的一些Symptom 譬如說非常高的Hypertension 或是說 比較常見會有一些G.I.Symptom 那 這些其實我們通常都覺得 它應該是一個Localized disease 那 可能比較常出現的 可能是一些Functional的問題 但是其實有少部分 大概15-20%的這些腫瘤 它其實會變成Metastatic 雖然說 這個比例並不是很高 但是一旦它Metastatic 變成Metastatic disease之後呢 其實它的 大概只有一半的病人 能夠活超過5年 所以也相對是一個 比較aggressive的Tumor 那這個MIVG呢 它是一個Subtrait 是這個會接在這個 No Epinephrine Reuptake的一個Transporter 那利用這樣的一個特性 去接上這個.131之後 那就可以利用 點131它釋放出來的這個Beta 跟Gamma 來造成這個 這個Cumor-Cell的Killing 那這個是一個剪圖 這個 這個是 MTG 的這個Structure 那它只要會去接在這個 No Epinephrine的這個Transporter 那我們今天會Fox在一些 臨床的試驗的一些結果 然後 以及為什麼它會有效 然後 最後會取得Approval 那這個是一個 雖然其實算是一個小規模的研究 但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研究 那這個研究呢 它就是 收案的這個Pheopropocytoma 跟Paraginiana 那都是Advanced Stage的Tumor 那 它總共這個 這個其實收案的病人並不多 大概18幾個病人 那 這個其中大概有 50到68個病人 其實是有接受 一劑到兩劑的治療 然後去分析它的治療的結果 那這治療結果是這樣 那它的這個Endpoint 有看幾個部分 一個是 或是看 一般傳統的Tumor response 就是看它有沒有變小 之外它還有看說 它有沒有達到 能夠控制血壓 我剛剛跟大家講過嘛 它是會產生這個Catecholomy 所以說造成Hypertension 所以呢 去評估它降血壓藥的使用 能不能夠減少 也是一個 評估它這個治療有沒有效果的一個Endpoint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對於這個 Reduction of all anti-hypertension medication 這個Endpoint來看的話 如果有使用這個一個Dose的話 大概有6%可以達到 但是使用兩個劑量之後呢 大概有32%的病人就可以達到這樣的治療目標 如果只是看這個Tumor response的話呢 使用一個Dose是比較沒有Tumor會變小 但是使用兩個Dose之後呢 大概會有三成的病人 這個腫瘤會變小 那有大概68%的病人 腫瘤就會穩定住了 所以就治療效果來看呢 它是有一定的這個治療效果 那這個是它的Waterpool plot 這個plot的意思是說呢 這個每一個bar 都代表一個病人 他腫瘤size的變化 那如果以這個 這邊是水平線來看的話呢 往上表示他的腫瘤是變大的 往下呢 表示腫瘤是變小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68個病人裡面呢 其實大部分的病人 腫瘤多多少少少有變小 所以它是有這個 相當的治療效果 那大家也很關心這個腫瘤的部分 那主要是因為它的釋放的這個 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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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 跟鋼為主 它能量比較大 那我們看這個AE的方面 那這個GRAID3以上的這個 Ellibus Event裡面呢 是以Bone oil suppression其實是最主要 最常見的 可以看到Sophosalpenia Lucopenia以及Neutropenia 比例大概在三層到四層 所以使用這樣子的治療 我必須要注意這樣的一個 一個Site effect 那這個這樣子的這個研究呢 讓這個治療呢 在2018年已經拿到美國FDA的APPROVE 那APPROVE主要就是在 Aedrenal Grant Tumor 是Philpropocytoma Pharagin Galeoma 這樣子的Tumor 這是介紹的第一個 這個Radio Pharmaceutical Therapy 那第二個呢 是RADIAN 223 RADIAN 223呢 它 它是這個 用在這個 Castration Resistant Procate Cancer 那大家知道 Procate Cancer其實一開始的治療 比較Advanced stage 大概就是 Androgen Deprivation 去世治療為主 那去世治療通常可以持續 蠻長的一段時間 但是 等 去世治療 會有到這個 發生Resistant的時候 那定義上就是說呢 Deseed它還在Procate 即使你已經把它的Testadero level 控制在一個很低的濃度 但是疾病還在惡化 所以我們定義它是一個 Castration Resistant Procate Cancer 那 其實這個 這個研究 發展其實在2010年初期 但是 其實最近其實對於 這個 所謂的Castration Resistant Procate Cancer 已經有一些相當的進步了 包括 Anti-Androgen Receptor的 inhibitor 那一些其他的 治療的進步 但在當時這些可能都還沒有 一旦到Castration Resistant Procate Cancer 可能接下來就要做化療了 就要做化療 所以這個治療的進步其實是相當的 在當時很相當的重要 那 如果一旦 Procate Cancer 變成CRPC之後 其實它進展就會比較快 一般的病人可能會在兩年左右 大概就會產生Motard 而且呢 在Porsate Cancer 最 病人最痛苦的 我們也照顧過一些 Porsate Cancer病人 就是Bone Metastasis 所以會相當的痛 會對它的Lap Quality 是相當的影響 那這個 Radeon 223 它是第一個 FDF Proof的一個 Alpha Emeter 它是釋放的是Alpha的Pathicle 所以它治療上也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 這個 它的治療是相當的有趣 我下面用一張圖跟大家介紹 它是 其實它是這個 結合在這個Osteoblast 跟Osteoclast 在Bone Metastasite的地方 去結合 那它會釋放出這個 Radeonucle 這個Pathicle 出來 其實會間接的去毒殺 它這個 附近的Porsate Cancer Cell 造成Tumor的控制 所以它是 它是利用這樣的一個 一個原理去控制它的腫瘤 所以也就是說 它其實是 需要一個有 Bone Metastasis的Porsate Cancer 去做治療 那 它的這個 重要的一個研究 叫做Asympath 這個研究 那這個研究 就是說 病人它是 已經是Caturation Resistant Porsate Cancer 有Bone Metastasis 那並沒有Visceral Metastasis 為什麼會這樣設定 因為這個治療大概只能治療 Bone Metastasis 如果它同時有Visceral Metastasis 那其實應該要做化療 其實不應該來做這個治療 所以這是這個Sowan的條件 那Sowan大概900多個病了 那就分成兩組了 一組是Radiant 223 然後它是打六次 每四周會做一次的治療 另外一組是Best Supportive Care 那在Survival Outcome的話 可以看到說 就Ovo Survival來看 使用Radiant 223這一組 它是有相當的延長病人的Ovo Survival 那在Time to First Symptomatic Skeletal Event 也就是說它發生骨折 類似這樣的Event 那使用這個Radiant 223 它也可以很顯著的延長 發生這樣的Event的時間 那可以讓病人 就是可以盡量不要發生這個Bone的Event 那它的Sowan是到0.66 那這個是把這個治療效果 把它做個表格的整理 那Median Time to First Symptomatic Scale Event 大概你使用Radiant 223是15.6個月 那使用這個Best Supportive是9.8個月 那這個增加這個ALP 這個ALP增加在Posecant的治療 代表說它可能Bone的地方可能又惡化了 所以這個也可以當作一個Endpoint 那這個Radiant 223這一組的話 是7.4個月 是比Posecant的3.8個月更長 那PSA當然也是就是Posecant cancer的Termal marker 那在PSA部分這兩組倒是差異不大 雖然說P值也有顯著的E 那所以這個就是說 它可以控制Bone 副作用方面的這個Invent 那關於副作用方面的話 因為它是一個Alpha的Particle 所以它其實在這個治療上 並沒有很顯著的 會增加病人一些比較嚴重的一個Edifice Event 所以這個治療相對來講是比較安全 而且副作用是比較少的 那這個治療其實在108年的時候 其實就有健保幾部 它是限用於治療這個 蓄勢抗性的攝護腺癌 蓄勢抗性的攝護腺癌 但是它有些限制 必須病人必須要補回以下這幾個條件 可能Bone meta要帶點兩處 然後不能夠併用我剛剛提到的 比較新的這個Anti-Angyogen Receptor的治療 那或是說也不能夠併用這個RINK 也是另外一種治療這個Bone Metastasis的抗體 像Denosis等等 所以有一些使用上的限制 那這剛剛講的是第二個部分 那第三部分也是跟這個Caturation Resistant Prozac Cancer有關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剛剛柯醫師其實有提到過 在使用這個Piesma Piesma 那 就是 它是這個Prostate Specific Membrane的 Antigen 既然它是Prostate Specific 那當然在Prostate Cancer應該 它的表現會是相當的高 那 那利用這個 就是 利用這個放射線跟那個Linker 然後去Target這個 這個Antigen的話 那這個治療效果應該是可以預期的 所以 所以這個Lutitian 177 結葬這個Piesma 617 就是一個 Radioligen的 Radioligen therapy 那它會 這個 deliver這個beta的particle 那到這個PSA expression的cell 所以它必須要先確定這個 tumor 它是有PSA expression 那 這個重要的study 叫做Vigen的study 那這個Vigen study 它是也是 最後收案的是 是這個 CRPC的病人 那治療有超過 一線的這個Androgen的 receptor password inhibitor 那以及呢 它也可能也用過化療 所以算是相當 Advanced 而且相當的reflectory的病人 那值得一提的是 它必須要呢 先用這個Gadeon 68 的這個past scan 去看到呢 它是有Piesma的expression 因為剛剛提到說 它是去接上這個piesma 好 那 這一組呢 用這個 Routines 177 piesma 617 打這個4到6個cycle 每6週做一次 另外只做Stand-up care 那這個是一個蠻新的 發表在今年2021年的NGM 那這個是它的 primary point 在Imaging base的這個 proportion free survival方面的話 使用這個新的 Radio Pharmacy 這個Gelope 可以大大的延長 它的這個 proportion free survival 可以從3.4個月延長到 8.7個月 那在Overall Survive的話呢 也是有 有一些顯著的延長 從11.3個月延長到15.3個月 那它是大概是0.6個左右 那Time to Symptomatic Skeletal Event的話 也是有相當的延長 因為這個是 我想這個是Porsay Cancer 病人相當重視的一個ample 就是也沒有發生 有症狀的骨折 或是說骨頭的疼痛 那在Quartier of Life部分的話 這個研究有做一些分析 就是 如果有使用這個 Lutician 177 PSMA 617 那它相較於這個 Stand-up care 它就可以 就是 維持它的 比較好的 Quality of Life Score 那所以它 Time to 這個FACTP score Deterulation的時間 就會 就會往後延 就會延長 那下面這個圖 是這個 看它PSA的Change PSA的Change 那在使用這個 Lutician 177 PSMA 617 這個組別 會有比較高比例的病人 它是有PSA的下降 Stand-up care的話是 比例上就會小一點 好 那這關於負重的部分的話 在這個研究裡面 我想大概需要注意的 也是這個 Volmere的問題 你看 Gray Street以上 比較嚴重的 副作用裡面 比例比較高的 大概就是 Anemia Anemia 還有就是 Sumbrose 也是大家 如果未來有機會 使用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這樣子的 一些 副作用 那當然 比較輕微的副作用 像是Pertig Nousin 等等 也是需要做一些 做一些預防 那這個是 相當新 它是 今年的9月28號 FDA才 Approve 它是Grain's Priority Review 先就是一個 快速的 Approve 這個 Lutician PSMA 617 在這個CRPC的病人 那最後一個部分 這是我們 就是剛剛 就是我們在 台大阿姨中心分院 我們有進行過的 一個 新的一個 方側線同位素的治療 就是 Lutician 177 Label 的DOTATEC 那這個 這個 方側線同位素的治療 那它主要的 target 其實是 一開始target 其實是MIGA NinoCyne Tumor NinoCyne Tumor 的定義部分 剛剛柯伊士其實有講 它還有Gray 1 Gray 2 Gray 3 最後是到NinoCyne Carcinoma 那 在這個不同程度的 分級的腫瘤裡面 它的 它表現這個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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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alian Resetting Receptor 它的比例 就會越來越少 如果隨著它的 疾病的進展 它就會越來越少 這樣 那 這個NinoCyne Tumor 它 如果還在NinoCyne Tumor 的分類裡面的話 它就是比較沒有那麼 high grade 那它的 5 years survival 在Metastatic 大概是 less than 50% 那 通常會有 Carsinoid Syndrome 那 FIRST SELP 當然就是一個Somatostatin 的NLOG 大家應該都蠻清楚的 那 這個Lutisia E77 Label 它是什麼 它就是 這個核種 先連接在 Somatostatin 的NLOG 然後 後來去接到 Somatostatin 的Receptor 然後 之後它就會進到 算是 Tumor Cell 裡面 去造成 可以治療 Tumor Cell的效果 那 重要的研究 是叫 Nator Nator-1 Trial Nator-1 Trial 它是 收這個 Wale Differentiated Metastatic 的 尼端患的Tumor 大概有200多位的病人 那 它有去限定它的Ki67 Ki67的表現 應該是 一般是當作 Tumor Proliferation 的一個Marker 那 這邊設定的是 小於20% 而且 病人同時 他也要 能夠 表現 Somatostatin 的Receptor 那 讓這個 放側線 同位訊治療 有一個Target 可以去接 好 那 這樣子的病人 他 這個 收彎進來 做Randomize 那一組 接受放側線 同位訊治療 另外一組 只接受 Octrilta 原本的治療 好 那在 Survive outcome 可以看到有很大的差異 在Percutum free survival 方面的話 使用這個新型的放側線 同位訊治療 它可以達到 一個Hustle ratio 0.2 0.2 的一個Percutum free survival的差異 也就是說 它可以降低 將近50%的 Risk of Percutum 那 另外在Operable survival方面的話 呢 這只是一個 Interior Analysis 因為這些腫瘤 都長得比較慢一點 所以 追蹤到現在 其實 大家看到 其實 一半以上的病人 其實都還沒有 死亡 但是 就現有的這個Data 看起來 Luticia 177 Doha Tech 還是有相當程度的延長 變成的 Operable survival time 那在Tumor的Response 就是Objective response方面的話 它可以達到 大概將近17%的 腫瘤的縮小 那在EDIBURSE Event的話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 Luticia 177 Doha Tech 這一組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比較常見的步驟是 以Nousia Walmating 為主 另外也要注意這些Bomel 的問題 但是這些問題 通常不是很嚴重 比較少到 Blazzy 以上 那我們在 治療我們的 前面兩個病人的時候 也都特別的注意 要做一些預防性的止吐 預防性的止吐 所以這個可以 盡量去控制病人 不要在治療期間 他發生嘔吐的情況 因為在放射線 同位素病房治療的時候 醫護人要進出 其實都要做一些防護 所以我們都盡量 讓病人能夠 以預防性的藥物 來減少他的不舒服 那在這個研究也有分析 它的Quality of Life 當然在這個研究裡面 可以看到說 不管在Physical Function Global Health 以及這個Rule Function 這些指標裡面 看到了 有使用這個 光線通路訊治療 都比這個Control案還要好 那另外就是 在疼痛 在Diarrhea 有些病人 他會有Function的一些symptoms 那還有這個Body Image 也是以Control的Worry 那這些都有顯示上的進步 這個是FDA Approved這個 Luticine 177 DotaTag 在這個 NeuroEnercoin的這個Tumor 那不過這個FDA Approved的範圍 比較大一點 它是ForeGuard MidGuard 跟HindGuard 其實都有Approved 所以這方面的腫瘤 其實都可以 考慮接受這樣的治療 這是我們在台大阿醫中心醫院 做的第一個病人的一些照片 那這個是病人 他的這個左手是接受一個 Aminoase的Infusion Aminoase Infusion 在做這個Luticine Lutacera的治療之前 會建議先做一個Infusion 目的是要做一個Rainal Protection 所以他一隻手會 他一個CAS 這個點滴這個Aminoase的 另外一隻手 就是接上這個 這個Luticine 177 DotaTag 的治療 慢慢滴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 病人治療的一些照片 那這個病人 他在9月之前做了一個CD Scan 跟他有很多的Tumen在這邊 那做完這個第一次治療 的隔天 我們來做這個 應該是DotaTag DotaTag Scan的話 可以看到說 有相當多的這個 這個放射線的暴露 在他的腫瘤這邊 所以可以預期的 應該他的效果 應該也會不錯 那這是我的最後這張Slide Take-home message 目前今天介紹的這四個 最近這十年有相當進展的 放射線同位訊治療 包括.131 MIBG 的治療 是在一個Adrenal Gland 主要是以Primo Promocytoma 跟Paragin Galeoma 那在Tesation Resistant Procic Cancer 有兩個很重要的治療 一個是Radean 223 另外一個是Lutisian 117 用Pisma 來當作Tabic的這個 同位腺素治療 那最後就是 是在治療Neuronequite Tumor 可以考慮使用 Lutisian 177的DOTATAPE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介紹 謝謝大家 謝謝陳醫師的介紹 烏小的說話會議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請教陳醫師 陳醫師後來有沒有繼續 去追蹤最有限 好像已經過了 他在 他在這個禮拜四 做了第二次治療 因為大概八週左右 要做一次治療 所以這個禮拜四 做了第二次治療 那我們有做一些 比如說 很危險 只知道說他的 步驟動病並不是很大 然後 Choromogrelin 8-Level 有稍微小幅度的降低 大概是這樣 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病人 他其實做完第一次的治療的時候 其實沒有太大的 塞肺 剛剛提到說 比較常見 比較輕微大概就是 GI的Toxicity 就是Nousia vomiting 或是說 Patique 還有可能會有 Bomero suppression 不過我們這些病人看起來 做完第一次治療的時候 都沒有 那第二次治療 做完的時候 他有一兩天的時間 會有輕微的 這個Nousia情況 對 那目前 評估上應該是還好 還算輕微 那我想主要原因是 因為我們都有做一些 預防性的藥物治療 我們雖然是用 高規格的這個 預防性的指兔藥的治療 所以大家如果以後有機會 也可以考慮這樣子用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要 請教我先去 請問一下 我請問一下 剛剛那些 Bomero suppression 大概會維持多一點 這個在文獻上 並沒有 mention太多 那我們病人其實沒有發現 所以這部分我比較沒有經驗 不曉得其他的 唯一科醫師有沒有 有沒有可以comment 路醫師或者是科醫師 有沒有在 有沒有在 其實這件後面什麼 他在 科爾科醫菜 都是一些 都是症險的 然後 其實大家到了治療完之後 三個月 他們就會 他們的嘴皮局 所以其實都是一些症險的 謝謝科醫師補充 這個是不是會跟 他的Tuma loading 會有些相關嗎 當然還有這個 他的Tuma跟乳水接近的程度 有些關係 我曉得 對 你的文獻上面 有做這樣的分析嗎 如果是針對 如果是針對 Utase Zera的話 因為 Nitopine Tumor 其實蠻少到 Bong的 對 蠻少到Bong 大部分是以Liver的Math為主 所以這方面的確 比較少人去分析 是不是他跟Bong Nero有關係 那 求生裝水就是另外一個 對 他看到 他最重要是8種 就要 求生裝 lifts 對 可以 抹 seemed 超擠 Triple 有 这种都是这种 这种时间慢慢的 这种方式会上的上升力 可能我们经验也计多了 以后会更清楚 那其实以后 这个Proset Dancer可能会有 相当多人接受这类资料 那他们常常也是会 等到相当跳运货这些地方 跳运货币的附近 但是学生育学概率大概是30左右 所以如果再加上其他地方 另外这些流氓的话 当然也激起来 他接受的系列很高 他的意志应该 理论上也会比较长一点 因为以后会认为这种 证据的资料 在文库的报告 那第三位讲解 对我们鼓务一次介绍 谢谢盛理师 谢谢盛理师 那我们第三位 在文库上 在文库上